最近的奇案可以为一浪接一浪 除了蔡天峰案之外 之前还有一个葵冲命案 这个星期三还有一宗迷奸案 应该说迷奸命案 而且不单只是迷奸命案 还是同志迷奸案 而且也涉及警员 所以一定很触目 很多人会对这宗案有兴趣 当然我一贯的做法就是 中案未审结 我不会很详细讨论案情 我经常说 有些事情未审结我们不知道 我们太多讨论的话 其实未必有好处 但是我会讲一下一些 或者分析一下一些控罪元素 又或者从这宗案的控罪元素 我们会猜到一些事情 例如究竟警方可能会有什么证据 而引致他会这样告他们 首先讲一下这宗案其实的揭发经过 又是 简单讲 因为其实报道已经有很多了 这段时间 我想比我更清楚的人会有很多 所以我简单讲一下 大约在星期三的时候 尖沙咀一间酒店的职员报警 就说在酒店房里面 其中一个男住客突然昏迷不醒 报警警方就进去 进去就发现这个男人 就已经死亡了 所以也没有送远 就当他死亡处理 这个男死者就没有了手机 手机不见了 当然立刻追查一下他的资料 即他入住的时候的资料 就发现 跟他一起入住的 有另一个姓欧的男人 这个姓欧的男人 在酒店逗留了两个小时之后 就离开了酒店 突然一直追查 警方有他的方法追查 追查到这个姓欧的男人 在当晚 同时用一个交友情识 约了另一个男人 去另一间酒店商会 而那个男人在那个酒店 亦是昏迷了神志不清 那个男人 在醒来的时候 醒来就发现 咦 个人不同了 是变成了一个姓鹿的男人 而这个男人就是 西九龙冲锋队的警员 即是说事件牵涉两个疑犯 两个受害人 一个死了 一个还没死 然后也发现 那个死者似乎都被人下了迷奸水 即是说 有可能 现在有两个可能性 要是有一个男人 即是姓欧的男人 他首先迷魂那个死者 然后那个死者就死了 然后他偷了他的手机 然后他再约另一个男人 给他迷奸 或者迷魂 不知道是不是迷奸 然后 在那个男人神志不清的时候 就换了人 换了姓鹿的警员 在这里 姓鹿的警员就说 我是帮我的朋友来看着你 但是似乎 他们是车能战的 一个跟他做完爱之后 另一个跟他做完爱 所以 整件案似乎牵涉迷奸 和命案 那说明案是什么 是谋实 还是误实 还是没有关系 还是只是意外的死亡 似乎到现在我们是不知道的 因为现在他是落案告他什么罪 落案是告他 私用药物以获得 或便利作非法性行为罪 这条罪 大家记不记得我之前说过 我之前有两段片说过这条罪 当时我说这条罪 我们简称为迷奸罪 当时我那段片说给大家听 迷奸罪和强奸罪的分别 所以这一宗案也是 这一宗案不是强奸 而是迷奸 而迷奸的控罪元素和强奸是完全不同的 首先 强奸罪的控罪元素是什么 很明显是涉及性行为 你要跟一个女生进行性行为 这就是行为元素 另外心态元素有两个 一个就是受害人是不同意和你的性交的 另一个就是 你是明知他不同意和你的性交 又或者 你漠视他不同意和你的性交 这个就是强奸罪控罪元素 但迷奸罪不是 迷奸罪是说 你对另一个人私用药物 意图令到他神智不清 或者软弱无力 以令到你可以跟他作出非法性行为 这一条罪的行为元素 就是私用药物 而他的心态元素 就是你的意图令他神智不清 或者软弱无力 令到他可以跟你发生非法性行为 清楚了 所以这一宗案 为什么会告他迷奸罪呢 就是私用药物以便利非法行为罪呢 因为他用了迷奸罪 但我们要留意 其实在第一宗案 即是在第一间酒店 究竟他私用药物的目的是什么呢 应该这么说 两宗案都是 在两间酒店 究竟私用药物的目的是什么呢 从他现在告他这条罪 似乎警方是想推论 或者证明 他私用药物的目的 就是令到他神智不清 令到他会跟你作出非法性行为 但是这个是不是事实呢 有一个可能性的 就是以整个情况 我不知道警方在买了什么资料 如果我什么都不知道的话 我会有两个可能性的猜想 第一个可能性就是正如现在这样说 就是他可能用药物 令到他跟你发生非法性行为 但是也有另一个可能性 就是他跟你一起上酒店 目的就是跟你发生性行为 如果他跟你一起上酒店 是目的跟你发生性行为的话 这个就不是非法性行为 而你私用药物的目的是什么呢 虽然可能你能够证明他私用药物 但是如果他私用药物的目的 原来是想令他神智不清 然后偷他的手机 或者偷他的财物呢 如果是这样的话 其实是不符合这条罪的控罪元素的 他愿意跟你性交的话 那就是不是非法性行为 那你用药物的目的 即使不是意图令到他神智不清 愿若无力 从而令到他发生非法性行为 即使你用药物的目的 只是令他迷运了 然后偷他的财物 所以我们就要从警方之后 会不会改变控罪 去猜一下警方现在手上得到的证据是什么 有可能是一个初步 我们经常说 警方很多时候初步有些证据 然后告一条罪 但可能随着越来越多证据 控罪元素是不同了 他手上的证据是不同了 所以控罪元素就会不同了 所以告他那条罪会变成了 之前也有些案例 原本是告他谋杀 谁知道有些证据证明的东西 所以就告他误杀 然后再有些证据证明的东西 就告他伤人 会这样退下去的 有时也会进上去的 本来我告他轻一点的 谁知道越来越多证据 我告他越来越重 这一宗案 也是那句 我不知道警方掌握了什么 以至他会控告他这条罪 但如果控告他这条罪 即使警方掌握的东西就是 他有证据证明他施用药物的目的 就是令对神智不清 以至会和他发生非法性行为 才行 所以我认为 都有可能 之后会改变控罪 即使警方发现 咦 糟了 很多WhatsApp的证据证明 他们是 愿意和他性交 约上去就是性交 在WhatsApp对话里 说明上去性交 如果是这样的话 似乎在使用药物的目的 就未必是性交 当然现在有两个人 亦有一个可能性 就是他们约上去同一个人性交 然后使用药物的目的 就是令到他 神智不清之下 跟另一个人性交 亦有可能会被告到这条罪 所以 之后我们看看控罪有没有改变 才知道 警方现在掌握到的东西是什么 而有关第一间酒店的名案 又是 现在太初步了 事实上有可能掌握多些证据的时候 有可能会被告到 误杀也不起 又或者甚至 会不会 更加石破天荆地发现多些东西 而从而令到他 可以被告到去谋杀 这个亦是挂不挨的 所以我们不要因为警方现在 告他这条罪 就觉得 我们已经好像很掌握到案情 事实上 我认为警方 发放出来的资料 似乎没有足够的资讯 令我们觉得 至少未令我觉得 告这条罪是很稳妥的 要么 就让他给出来的资讯 不够多 令到我觉得不稳妥 另一个可能性就是 可能真的是很初步的资讯 其实 还要多一些调查 才知道 最后会告他哪条罪 好 今天和大家分享就这么多了 再见 这条罪就会把这条罪名放进去 这条罪名放进去 这条罪名放进去 那条罪名放进去